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稍走完路 2020年一场突发的疫情是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 生意难做功难打 人们的收入普遍的降低了 据统计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到2.1%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 居民总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 那随着收入的减少 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的降低 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 消费倾向下降的双重打击下 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难道是人们没有钱了 但奇怪的现象是 2020年中国住户储蓄同比2019年又多增加了1.6万亿元 一边是收入减少不愿意消费 一边又是人们的储蓄在增加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到底是当下人们都没有钱了 还是人们都不愿意花钱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这两种原因 第一人们的收入减少了 不得不说2020年是企业和个人最难煎熬的一年 企业业务受限 市场消费需求低迷 企业营收下降 大家都在苦苦的坚持着 有的老板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就是这样的结果 多年打拼下来的事业 由于受到市场的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关门大吉 企业日子不好过 导致的结果那就是倒闭歇业 裁员减薪等各种情况是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的收入自然就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正所谓是功难打钱难赚 据调查数据显示 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和3万到5万元之间的低收入家庭 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 那这种情况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啊受到的冲击力也是最大的 我们要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中低收入群体居多 也是市场消费的主力军 那毕竟市场消费要靠穷人 投资创新则要靠富人 那其次市场亦有波动受牵连最大的也是穷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穷人的收入减少了 带来最直接的影响 那就是克制消费 人们的日子本来就过得不轻松 收入再减少人们也就只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那消费伤不来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人们忧患意识加重了 每一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 在这次的疫情面前 人们的忧患意识加重了 因为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人没了钱还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怕就怕在人还在钱没有了 那就会很沸动了 所以呢 在面对市场大环境不确定的因素下 人们更愿意把钱储蓄起来 防患于未然 据调查数据显示 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 占到53% 同上一季度攀升7.3个百分点 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 同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 到四季度 疫情缓解时 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到51.4% 而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只占到23.3% 只略上升了1.3个百分点 另据有关民间调查显示 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仅9.4%的家庭选择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那人们这种行为的改变就导致了2020年住户存款额增加了11.3万亿元 与2019年的新增住户存款额9.7万亿元同比啊 多增加了1.6万亿元 一边是人们收入少增长了1.7万亿元 一边又是住户储蓄多增加了1.6万亿元 消费自197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人们更加热衷于把钱存在银行 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就只能说明一大部分人是没钱消费 还有一小部分人呢是不愿意花钱消费 那么在面对这种市场大环境下 我们也未必就要消极悲观 因为总体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这40余年间 我国经济总量排名是世界第二 再说在全世界的疫情防控当中 中国还是做的最好的 把损失减到了最少 那其次随着内循环经济的促进 比如鼓励地摊经济 家电下销 购车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实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倾向 那此外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免税的政策 也会让企业和个人在特殊的时期减少自身的压力 再者我国现在也正在大力建设新农村 重点打造农村经济的发展 那预计到2035年前后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增加一半 其中产阶级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8亿人 所以呢困难只是暂时的 我们还是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那中国消费自197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一大部分人是因为没钱消费 一小部分人是因为不愿意花钱消费 那说说你在2020年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 谢谢大家